大家好 我是Johnny AI 自從2022年11月30日 CheckGPT發佈了之後 在這個世界上 掀起了一股熱潮 到了2023年的3月 GPT4又發佈了 它的能力比 CheckGPT就是GPT3.5 還要好的非常的多 所以在2023年 每一個人對於所謂的生成式的AI 其實都不太陌生 生成式AI提供的功能也非常的多 例如你要他寫腳本 寫歌詞 然後做個時序圖 或是 畫一張圖 或者是 whatever 好多的功能 非常多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在我工作的時候 我比較常用到的 一個功能 我也覺得 蠻好用的 也省下我非常多的時間 那就是使用GPT4 來幫我讀文章 來幫我看報告 OK 那 首先呢 我這邊呢 是不會使用OpenAI的 那 我這邊會使用Bing AI 你可以看到 所以呢 首先 第一個 你就是要先去下載這個 這個Bing的這個瀏覽器 那現在好像都不會有什麼限制的 就是申請了之後你就可以用這樣子 那第二個呢 就是說你的報告呢 是要PDF的 形式 OK 那基本上呢 像OpenAI呢 他也可以去看PDF 只不過是他好像限制是 給那個 訂閱者 就是OpenAI 那個Plus的訂閱者 一個月好像要20塊的美金 那訂閱其實也是可以 因為他還有其他非常多的功能 那 你如果覺得說 我一個月20塊美金是OK的 但是我實在 可能一個月只用上一兩天 覺得沒有很多的話 那你也可以先試試看 就是我今天提供的這個方法 使用Beam AI來幫你讀報告 那 你覺得好用的話 你就可以用用看 OK 那如果 好 那我們話不多說就開始吧 那假如說 像我們常常在看 文章啊 看Paper 對不對 假設說我現在就點了這個文章 那我可能不太知道他在寫些什麼 那我們在旁邊這邊呢 你就可以把他 這個Beam AI把它叫出來 我在這邊 那這時候呢 你通常我第一個就會寫說 請使用 繁體中文 請 減數 這篇文章 在說什麼 OK 那因為 他這篇文章都是英文的嘛 那 你如果沒有寫 繁體中文的話呢 他有時候就是會用英文 來回你這樣子 所以我第一個呢就會寫說 請使用繁體中文 那當然你如果英文很好的話呢 你也可以請他直接用英文 來回覆你就好了 那這邊就可以看到說 這是一個 用生成代理的技術來模擬 人類行為的可信代理 OK 大概就是這樣 因為現在的 現在的Paper啊非常的多 那每一篇呢都有他的一些 可以學習的地方 但是呢 重點就是我們的時間呢沒有這麼多 就是說我們 很多事情要做 那看Paper的話呢 也是其中之一 但是如果當Paper你越來越多的時候呢 我們其實沒有太多時間可以去念嘛 所以我們就希望說呢 使用這個呢先把它 大概摘要一下 看一看是不是 我現在工作所需要的 的內容 這樣 那大概 減數完了嗎 我看一下 OK 那這邊呢又可以寫成 例如說 請使用繁體中文都先寫 請使用繁體中文 然後 條列式 摘要 此篇文章 你可以看到剛剛我是說 減數這篇文章在說什麼嗎 那接著呢就是用 條列式的方式 來 告訴我呢他有哪些重點 這時候就要等一下這樣 那他條列式的話他就是用 會這樣子一點就是 第一點啊 第二點啊 第三點啊第四點這樣子 那你在看呢 你看了之後呢 你可能會發現其他一些問題 例如說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他這個字我看不懂啊 前面我看得懂啊 Generative Agents Interactive OK 那我們就把它複製下來 你就可以說請問題目上的 是什麼意思 那其實這邊的GPT呢其實就是來做個翻譯啊 然後相識物假象 他通常用來指那些模仿或代表某個人或事物的東西例如雕像畫像或虛擬實境 OK 好 那我們就大概知道了就是 模仿物啊 或是 假象 虛擬實境 就是互動的虛擬實境 這個Human Behaviour就是人類的行為 那你如果要再深入下去呢你就再可以繼續問這樣子 好這是PDF 下一個是 這個是 2023的AI index report OK 那這個report呢是 這個Stanford Stanford大學出的一個報告 那 這個報告呢就在這邊 可以去download 那這邊這個報告呢他有386頁 386頁看起來也是會花一點時間 那我們一樣先把這邊 清除之後 呃 請使用條列式摘要詞篇文章 OK 那像這麼長的一個報告啊 可以讓他先去摘要完了之後呢 你針對 你有興趣的一些章節呢再深入下去看 那如果他再要玩 你覺得也就差不多那其實就不用再花時間去看了那就會省了省下非常多的時間 所以 所以 我個人覺得這樣子的 方法在我工作的時候呢可以幫助我非常的多 好他這邊就寫了 OK OK 哇其實寫非常多 好他現在終於寫完了非常多喔你可以看一下這個 哇很多點 經濟方面倫理方面技術 教育政策 那你也可以跟他講說請用 就是每一個章節去把他 呃重點條列出來 請使用繁體中文 條列式摘要每一章節 這樣不知道會不會有一樣的結果 但我們來看看 OK好經過 好長的一段時間他終於寫完了 哇你看他 這邊現在寫蠻多的那 他這邊就有分 分章節喔第一章研究與發展 然後呢會有個細項 條列式條列式然後第二章技術性能 OK 技術倫理 探討什麼啦報告什麼啦闡述什麼 第四章經濟 統計調查展示分析 教育 OK 一直到第八章的公眾意見 那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他 這樣是對的嗎 真的是八章 真的耶OK 好他沒有他沒有胡我 真的是八章他根據這八章呢去把他的 每個章節在講些什麼都把它講出來 就是說呢他 更詳細的告訴我這一篇 386頁的報告呢他的內容 每一個章節的細節是什麼 OK 所以剛剛有提到就是說你看了 哪一個章節你是比較有興趣的就可以去看 例如說你對政治跟治理 跟你的工作比較相關你就再去看第六章 那像我的話呢我可能就會看 看一下第2章 OK 跟第四章 第1章我會看一下 跟我工作可能會比較相關的 而且他現在GPT-4的關係啊 他的那個輸出的文字其實可以蠻多的 非常的方便 好這個就是今天要分享給大家的使用GPT-4 來幫助我們 讀報告 看Paper來節省我們非常多的時間 希望這個分享你會喜歡 那今天就到這邊囉 拜拜